大学只考第二天 在台南西营高中考场 发生了一起乌龙事件 那么当时第二节国文考试快结束时 教室的电视突然间就自己打开了 全班考生当时顿时傻眼 而金考老师反应也很快 冲上台立刻二话不说 把插头拔掉 那么随即大考中心调查显示 整个当时有23间教室的电视 同一时间打开 受到影响的考生大约是900人 学生们握紧拳头大喊加分 他们都没想到考试考到一半 教室的电视竟然会自动打开播新闻 而且这样的乌龙事件 还发生在重要的大学指考考场里 我自己也都没写完 我还有听到其他考生有在讲 今天考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都手忙脚乱的 考生们议论纷纷有人吓坏了 有人甚至因为写到一半被电视声打断 连作文都来不及写 大学指考第二天 台南新颖高中考场竟然发生电视 自动打开播新闻的乌龙 学生说当时是第二节国文考试 从10点50分考到12点10分 正当大家埋头苦血 时教室里的电视却在12点05分打开 出现马总统谈林医师的画面 吓坏所有学生 吓一跳 吓一跳 对对对 那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大部分老师都有很快去处理 就是找那个电影把它拔掉 因为它是自动控控控控制 那边去控制的 那可能因为昨天是礼拜一天 所以可能忘记把它关掉 虽然建考老师立刻冲上台 拔掉电视插座 但大考中心统计 该考场共有23间教室的电视 同时打开 大约有900位考生受到影响 事件发生后 已经向大考中心承报 但重要的大学指考 出现电视打开播新闻的插曲 还是让考生们抱怨怜怜 继续来关将台南报道